我们都知道由坦松韵和周汉良演进主演的《锦心思域》播出后 获得了众多网友极大的好评 坦松韵在剧中饰演的罗石姨娘 犹如一朵盛开的幽兰知性得体大方 她在一举一动间成功地吸引了许丽仪的目光 她在师父的带领下已经掌握到了刺绣的精髓 在被姐姐圆娘算计嫁到许府之后 她一心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争宠根本就没有心情 因为她在私底下一直调查着杀害自己母亲的凶手到底是谁 面对嚣张白虎乔林芳的各种挑衅 她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十姨娘好欺负 她只是不细于和乔林芳争抢罢了 但乔林芳常常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乔林芳看到真灾良 便想在这个上面动手脚 头脑简单的她 根本就没有想到做这件事情 会给学家带来怎样的后果 还好十姨娘察觉到后抓紧时间赶到现场 用她的机制将这件事情的损失降到最小 她的大格局和高情商已经在种种小事中 斩尽得淋漓尽致 在这部剧中最大的感叹就是中汉良了 她还是一如既往的年轻 当她知道十姨娘假装怀孕后 便觉得她也不是一位简单的人 想要靠怀孕来争宠 但十姨娘向她袒露真心之后 便决定帮助十姨娘一起插找凶手 放下自己的戒备心后 心里想着让十姨娘真的怀孕 最近孙力在出席某活动中说到 她和老公邓超最近也是一直在追紧心自欲 虽然在戏剧方面改动的有点大 但整体剧情和服装道具礼仪方面 制作成得上精良 剧中的每一位角色都给观众们带来了强烈的反响 尤其是邓超 她对十姨娘母亲的死永违关心 前几天还问我是不是真的被秦姨娘给杀害的 之后孙力也是抱怨的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其中幕后大佬是谁 我发微信给谭孙怨后 直接被孙怨给拒绝了 孙力解释道 请亲自欲这部剧就像是人生化剑 仔细看剧可以品到很多人生主理 要是现在直接剧透给了姐夫 那姐夫就没有那么强的好奇心了 可能以后就不再追剧了 看到谭孙怨这样的回答也是让人笑翻 真的是太厉害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还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我们一起讨论 点赞关注走一波 我们下期再见吧